台湾有不少美味的农特产品外销到国际 而当中和日本的贸易往来是相当的密切 对此嘉宜县山区立法委员参选人陈冠霆 就邀请了日本企业来台进行农产品交流 包含了嘉宜的咖啡 番茄还有凤利酥等 希望可以促进嘉宜在地高品质农产品 倾销到日本 精准控制水温 慢慢的一圈两圈三圈 注水的速度以及流量都会影响风味 咖啡师全神贯注细心冲泡出台湾阿里山咖啡的好滋味 大家想到嘉宜的时候不仅仅是茶的产业 也会有咖啡的产业 我希望利用这个契机让嘉宜的产品走向世界 桌上除了一杯又一杯刚冲泡好的香醇咖啡之外 还有饱满多汁的冠军小番茄 以及民雄凤梨酥等嘉宜特产 在农产品交流会中 大家一起品尝这些台湾好味道 也交换意见 分享彼此对农特产品产销的看法 希望能让台日食品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别具风格这些农特产品 都可以跟我们的日本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产品做得好 也是需要有一些机会跟煤盒 才能够让我们的东西发光发热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这群日本朋友就到过嘉宜民雄 还有中浦乡参观过凤梨和香蕉的产地 这回来台更深入了解台湾农产品的优势 希望能透过贸易交流的方式 让更多台湾农产品能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